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校说不敢相信是原价 跟问原价谁要买 则网上引起讨论 同时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目前范范演唱会的门票 每一曲几乎都没卖完 还剩下一堆空位待售 也让不少人担心 范范演唱会是否会如期举行 就业界人士透露 如果取消主办方可能会损失 将近百万元的场地租借费 还不含退票费用等 因此外界认为他顶不选择延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